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赖马作品里天马行方的创意 都来自于她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今天她要来说一个爱哭公主的故事 简单幽默又能给读者小小的启发 爱蜜公主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 可是她常常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哭 所以大家都叫她爱哭公主 今天爱哭公主又一路哭着回家 宝贝别哭 再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我们请朋友来家里玩 办个粉红色生日派对好吗 终于到了派对当天 粉红色派对 当然所有的东西和点心 都要是粉红色的 派对才刚开始 爱哭公主突然大叫 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气球 是老板送的 我不要黄色气球 粉红色派对不可以有黄色气球 爱哭公主坐着哭 躺着哭 趴着哭 滚来滚去一直哭 呼声越来越大 朋友们赶紧逃跑 最前妈妈教爱哭公主一个神奇的咒语 深呼吸 一二三 一二三 怪怪东西看不见 不哭脸变笑笑脸 爱哭公主用力地点点头 她决定下一次要办一个黄色派对 爱哭公主突然大叫 那个蓝色的东西是什么 爱哭公主想到妈妈教她的不哭咒语 这顶蓝色帽子好漂亮 我们下次再办一个蓝色派对好不好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都用什么方法解决呢 你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上网留言 与我们分享哦